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部以南阳光都露脸 而在北部地区气温现在还有在19度 因为是中午 再加上已经封面在通过了 所以北方的冷高压 在下午开始带进来的时候 大家第一个会发现到风开始变大 现在几乎是进风的状态 表示说整个风场开始要进行风变的作用了 在东半部地区的花莲以南也阳光露脸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这一波的冷空气是一个干燥的冷空气 水气的发展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有一些华南的水气带在 通过北台湾上空 使得北部的朋友昨晚感觉到局部的降雨状况 但在今天整个冷高压的冷空气 已经通过了我们北方的海面的时候 正要逐渐的进入的时候 要两件事情注意 第一个干冷空气进来 天气要转型 温度要下降 第二个要注意 西北地区的沙城在蒙古这边 已经整个卷阳起来了 已经通过了北京了 到了山东半岛了 已经逐渐往江苏走了 明天开始外面的这个北方的沙城 会因为正北风到西北风的吹拂之下 沙城进入台湾上空 空气品质明天都会偏差 从北到南都偏差 所以明天过敏体质的朋友 你外出要特别的注意喔 不过现在因为还没起风变 所以南台湾这边的污染物 是南台湾你自己造成的喔 因为工厂的排放 火力发电厂排放 所以现在在台南以南到屏东以北的空气品质 还是一个偏差的状况 所以整体的天气 先来说冷气团影响 在明天到了礼拜天的清晨仍然冷 礼拜天的白天高压 要即将冬移进入东海 温度略升 再来下周一开始的温度上升了 不过目前看来 晴朗的天气可以持续到下周二 下周三以后东半部地区又会飘雨 西半部地区天晴 目前看来这天气状况 到了农历年前三到四天的时候 强的冷空气才会再进入我们台湾上空 到时候差不多就寒流程度了 来 我们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的温度形态 来说在夜晚温度 今晚已经开始降了 明晚温度会比今晚 还要再低个一度到两度 明天白天的时候 因为阳光出来 北部地区高温可以十九 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 南部地区是天气晴 东半部雨后转多余 外岛地区夜晚冷 提醒您晚上冷穿着保暖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